我要带 我们准备开始哦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第二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台铁局局长张振元 局长您好 光晴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局长呢 是我三吹四请呢 好不容易被我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而且是媒体的独家 为什么呢 因为在局长来之前呢 我就非常关切 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非常关心普悠马 在选前爆发的这个意外事件 而且死了18条人命 陆杰森局长已经下台了 那行政报告也出炉了 但是杂音未平 那之前这个家属包括董家张家的 他们的家属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但是呢我看发现这个媒体都去追韩国瑜去了 那对于这个事件呢很少琢磨 但是呢局长他今天呢也是勇于认识了 他愿意面对媒体而愿意面对这个社会大众 我觉得他某种程度展现了一个他新上任 他正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气度 那尤其这个事情是在他到任之前 也就是陆杰森局长在任的时候所发生的 那这个陆杰森也因这个事件而请辞下台了 那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事情的这个细节 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们先开放性的请局长来跟我们说 现在分层两路在调查 一个是行政院的调查小组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初步的一个行政调查报告已经出炉了 我想台铁局一定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不问台铁局问谁呢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司法的调查 那我不为难局长 司法调查我们不介入 但是行政调查报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端倪 那开放性由您先来说明一下 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说明 那普庸玛事故发生之后 其实我们都很难过了 其实面对这18条人命 还有包括一些重伤的人 其实我们都非常的 内心都非常的痛苦 那我们也希望说把真相能够找出来 那我们这次也非常感谢 过去呢 台铁的事故呢 很多都是由台铁内部来调查 就是求援兼裁判 是求援兼裁判 那我觉得这很不妥 那也感谢说之前呢 我还上任之前呢 行政院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就是由行政院来组成一个行政调查的小组 来针对事故的原因来做详细的调查 那这个调查的报告呢 也在11月26号正式对外公布了 在大选之后两天 是是也就公布了 那11月27号呢 行政院赖院长也在立法院做了报告 那我想这个事故的这个结果跟原因呢 其实大家非常的关心 那根据这个事故调查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呢 大概事故的原因大概有三项 我也借这个机会呢 很明确的跟听众朋友来报告 第一个事故列车已超过速线 每小时75公里 这是它的速线 那速度 也就是每小时141公里的速度 来进入事故的现场 那事故现场是一个转弯半径306公尺的弯道 那转弯半径越小 代表它的弯道呢 是越大的 那是这是这个 以至于这个列车前进的方向的第一节车厢 右侧的车轮的扶起 然后出轨 然后后续的一到八车都出轨了 那我想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就是在事列车行径之中 因为阻风蹦的异常 那发生列车动力时有时无 那停留任机间歇作动 有一些异常状况 也就是说车子会走走停停 那这就是因为阻风蹦的一个异常 那相关人员在做一些运转决策 跟处置的应变处置的作为呢 并没有有效的排除这个异常 这个相关人员呢 我补充一下就是包括我们的驾驶员 时机 还有我们的检修人员 还有我们的调度人员 甚至于车站的人员 那这些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没有很有效的排除这个异常 那这是 就是以至于说这个车子到进入到这个事故现场 就是新马站的时候呢 他没有依到规定来减速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也就是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ATP的系统 对 这个被隔离了 所谓隔离呢就是被关闭了 所以ATP系统被隔离之后呢 普云马列车的ATP的远端监视功能又没有连线 那以至于相关的防护措施没有被执行 对 就是这个是主要事故有三个原因 都切中要点 不过局长我让你说完 然后这个三点都陈述清楚之后 我一个个来问 好 就是超速这个是主要原因吗 时速方面有不同的说法 您要知道就是说 你们台铁内部员工黄德惠就本来要被乘除 因为他吹哨了 是 他说大概100左右 没有到140 那超速是到底怎么回事 好 那其实我们列车上有黑盒子 跟飞机一样 叫TCMS 是 那我们这一次的事故调查的小组呢 都是拿黑盒子逐分逐秒的来解读 来解读 所以呢这个时速呢 至于的确是黑盒子真实的反应 就是每小时141公里 哦这个确定 这跟司法调查比较一致 是 那另外就是说 您刚刚有提到就是第一车开始浮起 可是就那个有经验的台铁的员工 他们说是第七车浮起 这中间的差距在哪里 所谓第一个车厢呢 其实它编号是第八号 哦 那第七车其实是第二个车厢 对 所以 所以我想事故的发生呢 第一我们刚刚有两个可以解读 TCMS就是所谓的黑盒子 嗯 还有一个是车前有一个监控录影 嗯 那这个调查小组的这部分的影片 嗯 都非常的明确 嗯 有显示 那从TCMS来看呢 哦 他所以这目前就是按照他们调查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嗯 那很多人是个别的感觉跟解读 嗯 那其实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化的证据 那黑盒子就没办法说 说起他的嘴了哦 对 黑盒子就像一个飞机 黑盒子就是证据嘛 对对对 就科学的 对 是 那呃很高兴局长有提到阻风蹦的问题 是 因为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那您所了解呢 呃当初是否已经坏掉了 而没有进行维修 事故发生您呃台铁高层 当然不是您啦 那时候还没有 当然你是交通部的政策 当然交通部政策也有相当的责任 监督的责任嘛 虽然您是市长而已 当然是 就是说当时候这个台铁内部有没有 已经提到普悠玛是个故障车 有发生故障的问题 好 那个 其实阻风蹦呢 呃这个我们都有呃检查的记录了 嗯 检查的记录 那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子呢 编号呢叫TEMU2007跟2008 嗯 这个是两个加起来一个编组 一共八辆车 是 所以它有一个动力车的交接部 嗯 啊就是说车子呢会交接 嗯 从这个司机员交到下个司机员啊 这都会有一个交接 那这里面有很明确的交接部上面有记录 在10月18号那天 他有记录 他说在树调就是树林调车场 要入库的时候 TEMU的22008 嗯 空压机强制停止 嗯 空压机就是我们所说的阻风蹦 嗯 那另外在19号也同上 嗯 那因为我们空压机呢 根据我们同仁的描述就是 空压机有可能有些时候可能是 呃因为温度过高 它就可以跳掉 嗯 跳掉 然后再只要把重新 嗯 关掉再开就恢复正常 嗯 嗯 嗯 那这另外呢我们是三天有一次的 呃 呃 补了一公升的机油 重新开机关掉之后 它就恢复正常了 嗯 所以10月20号 当时的检查报告是正常的 就事故是21号发生的 21号 是 那你说三天也符合 这个18 19 20 18 19 20 对 18跟19还是故障状态 是 但是20号 他的记录是正常的 是 那 他有检修过后 检修过 也做了处理 他们认为是正常的 对 局长我敢问啊 是 就是说如果这只是行李如意 他呃 呃 当时的状况 正常 呃 维修仔细吗 哦 我想这个就部分 其实 因为他还是出事了嘛 对 当然 那所以这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后续呢 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 哦 我们要做SOP 嗯 包括检修一定要落实 嗯 那我们也不可会员 这一次我们发现在整个事故发生之后 我们发现 的确在整个SOP的处理上 是不够落实 哪些 有这种情况 包括检修 哦 包括通报 通报之后的处置等等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对 比如说我们司机员 嗯 在通知检察员的时候 对 他说是阻风泵 是空压机 他们听成空调机 所以检察员上车之后 的确也上了车了 他们进来去检查冷气 说没问题 这个差距很大 是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跟社会大众承认 我们的确上 我们的作业上有舒适地方 嗯嗯嗯 我们会深切检讨 嗯 该负责责任我们都不会 哦 来规避啦 嗯 那实际的确啦 对 那个台铁的后勤维修保养哦 您刚刚说程如这边上面是有记录的哦 可是外界有怀疑说 这个记录正确吗 还是说有所隐匿 你可以交出书面的东西 而不是只是说 对当然 提供给调查小组啊 我们是这样 有有那个可能把原本提出吗 我想我们这个所有的过程里面 所有的这个资料呢 包括检调 包括行政小组 他们都有调券 嗯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是针对行政小组的调查 嗯 来看 是哦 那当然 除非作假 除非是作假 嗯 那目前呢 他们也征询了相对 呃 呃 是我们这些同仁员工 嗯 都有去征询 嗯 那目前据他们来说 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这样子的方式 嗯 对 所以局长我们来整理一下 是 就是我想给您求证 而且要确定 嗯 就说普悠马出事前 这个车子是不是故障车 嗯 不只是竹风泵填写是正常哦 10月20号它是正常的 哦 那我也必须坦诚的哦 嗯 就是在10月21号 那这个车是从南部开上来 嗯 哦 在到了西谷吊车场又回送树林 然后再往华莲去走 嗯 那南部吊上来的时候 10月21号 从南部上来这班车子 司机员并没有发现异常 嗯 那异常有两种 一个是我们的TCMS也会显示 嗯嗯 异常它会显示 所以司机员在交接的时候 并没有说这部车异常 嗯 那回送的时候也没有说异常 嗯 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 六四三二这一班 这班那个普庸马呢 他在接车的时候 他的资料上是没有异常的状况 那为什么都稀里呼噜呢 啊 因为没有异常的状况 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 这也就是我们要去 你说有显示吗 有显示 应该会显示 哦 但是我们司机员是疏忽呢 还是没有看到 还是怎么样 这个这个后续呢 啊我们会去深入的调查 好 我们也会去检讨 有没有人为的疏忽 啊 既然三点里面有关乎到 我们呃 事发之后常常讲的哦 那民众也受教 我也受教 就是台铁有个ATP 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是 他的远端监控系统不相容 不能装 那台铁后续被黄国昌等人 在立法院背询的时候 也被质疑 就是说 那普悠马是有装ATP监控系统的 嗯 但是没有接线 其实这个已经招让弱接了 这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是 那也不是在您任内的时候发生的 您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现在当初为什么没有接线 这个很荒谬嘛 那现在处理状况如何 好 我想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 我个人也无法接受了 嗯 就当时普悠马在交车的时候呢 呃 验收没有这一项 没有这一项 也就是说 没有这一项 那这也很离谱啊 对 这这我觉得这非常不应该的 不应该的 那事后呢 日车公司他也承认了 他的设计人员 呃 这一部分的确认呢 他们有疏失 嗯 他们也承认了 嗯 所以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就邀请 日车人员负起完全的责任 嗯 所以日车人员也拿出他们最大的诚意 他们在事故发生之后 就把这个线都协助我们 哦 接上了 嗯 那接上之后还有很重要的测试 嗯 那因为这个这个讯号要送到我们的综合调度所 嗯 就是我们的中央控制中心 嗯 哦 那这个要发挥功能嘛 嗯 那这个当他关闭的时候 我们的调度员才知道说 啊 从这个远端监视看出他有关闭 嗯 就相互勾击 嗯 相互提醒 double check 的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日车人 日车公司他们已经负责任了 嗯 但是我们还是要 事后我们还是要追究这个责任 为什么当时买车验 验收没有这一条 嗯 哦 那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人发现 嗯 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ATP 怎么普庸马就是没有远端监视系统 嗯 这个侦测是我们要深刻检讨的 嗯 我们痛定失痛了 我们会全面来检讨 可是呃 局长就算是当时候验收没有漏的这条 没有疏失的话 嗯 以当天21号那个状况来看的话 你在远端监控 可能难以应付当受司机的忙乱 所以这是一个制度性 我们等一下需要探讨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度广告马上回来 TOP 气象早知道 各位听众晚 带您关心天气概况 今天台北市低温只有15度 南部有16到20度 大台北及宜兰一整天低于20度 这波东北季风影响最明显在周三周四 周三最冷 周五逐渐回温 而真正的回温要等到周六 天气才好转 以上气象提供您参考 这五年也没人发现 我也觉得 哇 说的是你 五年 对啊 就是从验收到后来 102年销车到现在 是 是 这出事的时候 102年4月到现在 对 五年半 登堂入室 还神不知鬼不觉的吗 它就是干手烟 烟洗面后的有的物质 会附着在头发 衣物 沙发 地毯或玩具上 影响家人的健康 并用头的伤害更大 爱他们 现在就戒烟吧 爱不惜烟 为爱戒烟 请播免费戒烟专线 0800636363 以上为国民健康署广告 吃喝学小光源 做你一瓶 养ration 26087777 25 好,放馬,過來吧! 今年的職棒冠軍是 桃園隊 大學自治精神源自於 某種 讓榴槤吃一種水果嗎? 你還不快點,做打時間就結束了啦 可是萬一答錯,我怎麼對得起父母兄弟一滴兩星啊? 沒那麼誇張吧 成為知識的領抗者 泡大國民學測 泡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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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啟珍 收聽泡請先報 如同多個普我摩斯 以華生的腳步 為大家抽筋波子 生日可算 也長心 ские champions 家前陸 或是 天空 我们准备回来哦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很难得邀请到 由郑次 他的直等的薪资 包括直等 这个通通都这样的情况之下 林维寿命 接任台铁局局长的张振元局长 这个局长 刚刚我们第一段我们的话是停留在ATP 您刚刚也自诚说很离谱的一个状况 就是五年竟然当初 验收竟然ATP的那个线没有插上 五年都浑然不觉 你觉得这个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就讲说如果有任何车子 它有发生任何故障的话 靠远端监控系统 那就不需要完全仰赖司机的回报了 那你回报刚刚在整个过程当中 也有不清不楚的状况 就过去的这个台铁 那有些人讲就是说 这些都很荒谬啊 光是从采购 采购是台铁的机务处在负责 是吧 那是不是媒体的报道是说 这个杂志上面我把它圈起来 是不是有一些制度性的问题 比如说大家各做各的 那机务处长在干什么 副局长在干什么 这么荒谬可以延续到六七年 可是局长刚提出五年可能有其他的也是六七年的状况未解 您是不是可以延续上个问题跟我们讲 就是您到任之后看到这个问题吗 您想怎么样改变 好 呃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面对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然后不要规避 那像刚刚提到这个呢 在验收当时验收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这个项目 也验收通过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请相关单位呢 好好的来调查 你觉得这是重点 是重点 对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五年来 为什么我也问过同仁 为什么是五年来大家都没发现 嗯 因为我们可能是当时验收没有这一项 嗯 所以之后呢 操作手册各方面 大家都认为说 是不是这个车就没有这个设备 嗯 那这是同仁的说法 那我也觉得这部分呢 我们还是要去深入的去追究啦 那简单来说 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事实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不会规避任何责任 嗯 我们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深入调查 如果有任何人有舒适 该负的责任就要负 嗯 那 如果是没有 也要还我们清白 是 好我想误网误众 嗯 我们抱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啦 嗯 那因为最主要的还是安全嘛 是 我们还是要以 乘客的安全 最重要 对啊 台北局每天发车发这么多 对不对 那大家旅客 你看冲冲忙忙上车是多少人 多少人次啊 你看这个每一条都是生命啊 我们一年两亿多人次 就是嘛 好 所以局长 这是您上节目的目的 好 那 在这个整个 刚刚呃 局长您陈述调查报告里面的结果 我讲的是行政调查报告里面哦 是 除分三点 但是最终结论就是在人的方面 有涉及到司机对不对 那还有涉及到检察员 检察员上车 但是那个空押机 听成空调机 去处理空调了 那第三个还调度员哦 那在这个事发之后 有人讲说都推给那个司机吗 您的看法呢 还是说 这个有揭露完整的这个所谓的意外出事的源头吗 呃我想是这个这次11月26号这个行政事故调查出来之后 他把所有的通联记录都已经还原成逐字稿了 哦 这网络上也有 是是是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上网去看 有有我们也人手一份 对 的确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我们就是要试试 呃我们并不会把责任推给司机员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呃 司机员也是我们的员工 是 平常的话他也是他出事之后他也受到很大的打击 嗯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 我们要把事实真相找出来 嗯 那谁该负责任 我们不能规避 嗯 这个部分没有上线也没有下线 是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社会大众要的 否则没有找出事实的真相 没有找出真正该负责的人 嗯 未来还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局长您高道瑞或许这个部分您可以加把劲哈 是因为有司机他们也形容了说台湾 台铁标准程序是三分钟机制 当然要求快嘛 但是问题是说如果遇上车辆故障 好 还有行动中心的机这个机车调度员的通报 好等等 那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步步到位哈 嗯 那以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来讲的话 就说呃大家是不是因为经常有故障 所以就习以为常了不以为意了 您是不是可以先说明这个部分 的确了哈 像ATP呢 它它都有一些小的异常 嗯 其实它不叫故障 故障是无法修复的 或者需要停车来修复 啊 或是要换车 那我们叫故障 它有些小的异常 那有时候他们只要把那个开关呢 关掉再开 就可以恢复了 那对于司机委来说 他们可能碰到这种情况 他们都是这样处理的 但是这有没有比较土仿链钢 是不是要更精确一点 因为如果20号的记录 哇我我我我这么简单啊 我开关OK就OK 是不是疏漏了什么 是 因为你说这个平常习以为常 那些东西开开关关就可以 可是它是故障 大故障 夺取18条人命吗 不是吗 对没有错 这的确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事实 所以抽丝剥茧 每一个细节 我们都不能放过了 嗯 那所以当然大家很想知道说 到底是谁的责任 嗯 那我会认为说 这是综合性的一个因素 绝对不是单一的责任 嗯 有人为的因素 那也有机械的问题 嗯 那也有 呃 说SOP执行 不落实 嗯 等等 有疏失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抽丝剥茧 来处理 那 现在呢 因为现在 呃 司法调查也在进行当中了 那司法调查会更明确的去梳理它的 呃 相关的责任 嗯 所以我们现在在同步的在做 但是我们不便 呃 对外公告说 而且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确认 嗯 有很多事情必须要验证 嗯 要很清楚 是 居然我是不管 不管这些的哈 是 对因为 往往就说你事故发生了 其实后面都是后事之事 你在调查 你就算那个调查报告累到我们屋顶了 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也是 枉然啦 是 所以我继续问就是说 当时的状况的确是司机员一个人在处理 那甚至就是说 他平常一直要踩踏板 离开六秒就会停车 是 你看那天他手忙脚乱到那个地步 然后不是依照SOP流程 调度员如果知道车子有问题 就应该全线通报各站 然后各个站长回报调度员车子近站的时间状况 判断车辆速度有没有问题 那最简单的就是 如果一路上一开始就有问题 包括停电啊 包括各种问题 是不是就应该要停下来 是 嗯 这就是说我们有SOP啦 当ATP呢 发生故障的时候 嗯 如果我们司机员呢 他要关掉ATP 嗯 那其实我们也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 ATP的开关是在司机员的后面 不是在前面 哇 那不是更不方便吗 是 换句话说你要关掉 你必须要停车 嗯 你不能够离开嘛 嗯 你不能离开你的驾驶座到后面去 关掉这个开关 是 是 所以这ATP呢 他是不能 换句话说 他要关掉ATP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严重的事情 嗯 那我们的要求就是 你必须要停车 嗯 关掉 啊 如果再开发现就正常了 嗯 你车子还可以持续的进行 嗯 如果发现这个 还是无法恢复 嗯 我们可能要请检修人员来检修 嗯 啊 那如果还是不行 那我们就要换编组 嗯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SOP 嗯 那这也很重要的一点 嗯 就是我们的司机员 他这个关掉ATP 他必须要通报我们的中和调度所 就是中央控制中心 要跟他讲 另外他这个过程里面 他要减速行驶 他到下一个站呢 他必须停下来 让检车员能够上车 可是局长 就是我的问题在于说 如果是您是那位司机 他也不是正职司机 他是奸的 那那种状况他一人驾驶室 他连尿尿都可能尿到 这个自己准备的 很简陋的这个尿袋里面 那手忙脚乱 你刚才讲 还有一个插座在后面 是 开关在后面 那他一直在用LINE联系 他要控制那个车子 要注意速度 你觉得如果任何人 可能做到吗 这中间是不是 有哪个环节 当然如果的确 他这种处理的方式 会造成很忙乱 所以我刚刚讲 他应该是要停车 他应该任何人都一样 应该要停车 他先停下来 他必须停下来处理 那如果全部的车子 都交给一个司机判断 是不是有其他人 就叫他停车 不是应该是 有一个这个整个系统吗 不是只有司机一个人吗 对 那就是说司机员呢 我们的司机员呢 他是操控这个列车嘛 这种情况是 他必须要做判断 当他发现 这个机械有故障的时候 他必须要停下来 那他如果有通报 综合调度所 那综合调度所会提醒他 你必须要减速 你要到下一站停下来 然后派检车人员上来 那这个过程 他是在后半段 就是出事前几分钟 他才有提到说 他有关掉ATP 那这个当然这是 我们事后也会详细来 针对每一个过程 每一个段落 我们都会去检讨啦 那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就像事故调查报告讲的 他是多种因素来凑成 每个的疏失可能会造成这样 这一次的事故 那其实我们刚刚 呃呃光琴也讲到 就是我们在事故发生之后 我们并没有停下脚步 一方面在调查 一方面我们也在做 SOP的确认落实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做这些 包括阻风泵 包括我们的ATP 这些阶线 阻风泵故障 我们也都全面去做检修 那这一部分呢 先把它做处理好 我们不能因为等待 事故调查的原因责任出来 我们才来处理 毕竟我们的车子 还是每天在开 车子还是每天在 载很多的旅客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安全的状态 我再追一个细节就是 那个司机 它确实有通报 它后来也通报 不只是ATP它关掉的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是谁下令 它开到花莲站 谁做这个决策 如果真的这个列车 载负这么多性命的话 是谁可以说 可以撑到花莲的 对 这个是中央调度所 就是我们的综合调度所 在跟司机员通话的过程里面 我们觉得不是很严谨 简单来说 这甚至是我们要检讨安全这件事情 不能够等闲四肢 从这43分钟的一个通话 我们发现说 我们台铁应该要深刻检讨 也就是对于安全维护这件事情来说 不能耳系 大家一定要认真 然后一定要贯彻SOP 任何事情 我们宁可安全 我们宁可慢分 我们不能够来冒险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要检讨 我刚刚听到中央调度中心 或中央调度所 我耳根子变得比较舒畅一点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最温暖的问候 往往只是一声简单的 晚安 请去跟网上黄旗 年度暖心单曲 晚安 我花出了一个月 将你们静静地包围 故事尽心的瞬间 温暖打到飞电 和自己对话 让每晚都能安稳地睡 走进许愿森林等待 有阳光的明天 给自己一个晚安 让心事都讲话 月还在天真暖暖 挣扎着该怎么办 给世界一个晚安 让付出的 当然啦 大家都比较 社会大众都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管理阶层 都推给实际的 其实是不然的 我们还是要找出事实 谁该负责任 谁都要负责的 不能例外 人力 这个等一下 还有两段 一人驾驶也问了 教读师 这个问了 对时间应该可以 这个等一下我们回应一下 主红帮是换了 你們知道這個訊息嗎? 不一定會問,但是... 我知道,這是我們的吊聲,對 目前原因還在吊場當中 這個...這個是蘋果的調查,這你們知道嗎? 其實這個可以改進的 對,這個我們可以改進 對,既然他們提到了,走到車體上 他就不會簽掉了,對 但是因為他事故之後,我們去調查 其實我們別的車也都沒有這種情形 因為事故發生之後,當然就沒辦法還原到什麼情況 所有的車體都是... 所以我們現在都要... 可是所有車體應該都一樣了吧 對 嗯 所以我們回來跟... 的確我也覺得這一次 面臨到很大的一段... 困難 看看能不能見識自己的音量 能夠改過來 就是說...應該叫台鐵人的... 台鐵魂吧 嗯哼,好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生命 POP RADIO,是我陽氣 在一起 就一起 在一起 資訊爆炸的時代 更好更快的新聞選擇 黃光琴,帶您搶先直擊新聞現場 好,我們準備回來囉 搶先爆 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我們今天有請當事人邀訪的是台鐵局局長張振元 他是前任交通部的政次 他今年是62歲 是科班出身,交通大學運研所的博士 特考進入這個領域 然後他歷任省府的交通處旅遊局局長 觀光局專門委員 然後還有在駐外國 然後在觀光局的體系裡面 也擔任過國家風景區的處長 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局長 台南市副市長等職務 那最重要的經歷這邊露了 就是您曾經是台鐵人 在台鐵任職過一段時間 雖然不是很長 不過局長 我們花很多時間要追究這個責任 之外我們還要把這個問題解決啦 是不是就是我做節目的一個目的 那局長您也願意來 那有關到這個台鐵儀器購買的問題 我們講廣泛的設備好了 那很多人發出質疑就是說 是不是該買的沒買 沒用的亂買 然後胡亂花錢等等 譬如說花了4億元 多買了一個叫做後勤支援管理系統 到現在都沒有驗收 而審計部也不知道 是不是 那4億多的系統 根本沒有辦法發揮功能 驗收不合格的廢物 等於是台鐵內部人 也自己這樣積平 那監察院的功能呢 當初怎麼同意被查的 這整個事件的真相是如何 因為我們剛才問過ATP 既然沒有接線 曾經多年都沒有人發現 這不是同樣的例子嗎 好 謝謝給我這個機會來說明 那我想這個提的應該是 我們針對檢修的一個系統 另外的針對一個 會計成本的管理系統 這兩個系統 一個叫MMIS 一個叫CMIS 這是我們新提出來的一個 整合性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呢 是在102年開始採購 那也由國內的一些 知名廠商來得標 那但是在旅約過程裡面 發生了很多的問題 那基本上來說 MMIS就是 這個物料維修管理系統呢 這部分呢 基本上驗收也通過了 但是CMIS 這個部分呢 就沒有辦法得到我們的驗收 那甚至於說這整個系統都有問題 那這兩個系統 它必須合而為一 才能發揮作用 那結果呢 對 那結果因為其中一個系統 沒有辦法Function 所以這兩個系統就沒有無效了 那這個承包是這兩個系統同時承包 那換句話說 你不能說只有一個做好 另外一個沒有做好 當然不能跟它驗收 那我們也要求程商你要改善 那承商就後來告訴鐵路局說 他不願意改善 哇 那所以說我們其實已經盡到了一個責任 但是招標的時候有資格的問題 對 那他不願意改善 那甚至於提出來說 要我們要付他相關的價金 那當然我們沒辦法接受 我們依據合約的規定 我們當然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尋法律程序來處理 那我想這個至於這個過程呢 其實都非常的清楚啦 那這是一個新的東西 那還沒有驗收完成 那也在履約過程發生爭議 我們依據合約 維護我們台鐵的權益 是 所以這個台鐵的這個正風管理 這也是未來局長努力的目標 那另外就是說 像這個包商也太不負責任 是 那打到這個司法訴訟也是曠日費時 那但是就是說這個公帑 包括其他跨部門的 像神技部監察院 其實某角度來看的話 他們角色功能也要發揮啊 對不對 好 那這是一個 另外我們的留言板上 有一位讀者 聽眾他留言說 剛剛提到主峰棒 到底有沒有換過 說他是認為說 沒有換過是你不敢說 我想這個是 我想這是一個認知上 一個解釋的問題啦 那主峰棒呢 發生事故我們這一段過程呢 我們的確 2001跟2002 我們現在所有的普悠碼 都還沒達到4A的這個階段 六年才做一次4A的保養 但是我們提早來做 這次發生之後 我們把2001、2002已經進去 已經做好出來了 那這一組列車的確 進到我們台北機場 去做4A保養的時候 主峰棒是沒有換的 那後來這個車子又回到現場 他們只做了一些維修清理 就放出來了 那後來我們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回到台北基屋段 我們還是重新把它換掉 在出事前還是出事後 出事後 出事後 對 那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出事前確實主峰波沒換嘛 對的確 因為還沒有到那個維修的年限嘛 對 我們現在六年才要做大保養 局長我就是對您今晚很深的 原因就是說 您竟然趕上火線嘛 是 這不是好才事 您做的正次做的好好的 是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規矩 六年這是死的 誰訂的 對不對 那當然是現在 考驗出來了嘛 對 你如果硬要去把人腦硬要去應付那死規定 沒錯 對不對 的確 是不是可以重新再來一點 因為每一次採購車輛 不同的車商 他針對他這個車輛 他都會有一些維修的手冊了 那以普悠瑪來說 他有四級的保養 那第一級呢 就是三天 每三天要做一次 這個在我們的基屋段裡面 就可以日行的 日常保養就可以做了 日常保養 對 日常保養 三天一次 是 我們剛剛有談到了 是 那第二個呢就是三個月 叫二級保養 嗯 他或者是九萬公里 看哪一個先到 嗯 那是二級保養 也是在斷坐 嗯 而沒有進場 嗯 那三四級保養就要進場 嗯 嗯 三四級保養是 一年或者是一百萬公里 嗯 那這個必須 三年或一百萬公里 這個必須要進場去做 我們的台北機場 好 局長我知道了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還有家屬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人力管理的問題 我還沒有問 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可以再更精進一點 當然一定要 你說政府官員 我以前報導過 他們的官車 黑頭車 規定是七年或八年才換 他們往往三四年就換 哪有這種規矩的 對不對 好我們睡下馬 拿回來 看起來上千道滿快 我們的確這一次 沒有滿年 還沒滿六年 但是我們已經提早做了 這個麻煩 如果你多做一點 一定要 那就是一個改善 或者說我們講說 以後做出一個嬉笑來 改革 你都做到極致的 如果出事的話 還出事的話 那真的 我們要去把每個可能的賭注 對 重新來過 我覺得台鐵 一定要重新來過 這以前記者 搞新聞的時候拿台鐵 立法委員沒責 對不對 局長我們後面時間很快了 好 我先談家屬 好不好 萬一時間不夠 那沒有談到就不行了 好 好 你又有處理了吧 對不對 幫助弱宿家庭的孩子 三餐有飯吃 讓他們健康成長 快樂上學 好 所有你的我 就得到 小小零錢 可以提大愛心 紅心智慧 愛心捐款專線 02 2370 9191 2370 9191 9191 地表最強化女 在機囉 速度高度高位 秀馬兵 滅火器 沒有一個單位 沒有一個法案 沒有一個法案 其實過去 最重要的是 因為創集員 球員是一個開放 對 對 難說事情 當然就是 沒有人自己 都要自己 當恐 對 就是大事話想 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 像這次我們是行政院 行政院也成立了 安全調查小組 以後一定是要公正客觀的調查 對 學長我們簡短一點 好不好 但重點還是要講 好不好 那我時間不夠 好 要操控 我們 套 然後 我 哪邊的 放棄 哪邊亂 大邊的 隨時收聽 PUB Radio的优趾 dost 乖 哪里都是最好带的地方 我是怕大热门的Erika留爱玉 我在走一鸡 看一天可以走一鸡 在迷失方向的路途 要像教海翁飞行的猫 除过困境陪伴了小海翁的生命 而彼此生命的关 他和我一起到POP Radio 女士小视频的安戴 像精彩的内容伴随你一路前行 而是本月POP大王金鼎王星宁 看一段哦 好多蜜奇哦 全家集点加架购 蜜奇99年欢乐起居 充满巧思的设计师商品 将蜜奇与台湾元素完美结合 有致敬复古高级带的红绿配色碗盘跟购物袋 也有蜜奇与台湾小吃融合的可爱双层桃子杯 12月5号起 口口拆销四五号标底级系列派套组 封销罐可以欢迎哦 最爱的迷迷的最爱成交 好我们准备回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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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我就直接问了哦 家属也上过我们节目 嗯 那他们控诉说 在选前政府忙着选举了 选后对他们家属不闻不问 详情如何 其实我们这次发生事故 家属的心情毕竟是非常难过痛苦 我们都可以体会了 那其实我们在事故一发生之后 我们就成立了关怀服务小组 我们在台东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 这家属任何人 不管是迷难者受伤者 他们任何的需求 我们都全力来协助 那为什么有感受落差跟实质上面的 可能是我们的同仁在处理上 也许说没有有不尽如意的地方 这个我们会来检讨 那绝对没有说不理不睬 你也去见过家属了吗 是我也去见过 我也到每个家属灵堂 都去自过义上过乡 也跟家属去讨论 那当时家属呢 因为大家还在悲伤痛苦阶段 那所以家属都不愿意谈 所谓赔偿问题 那我也能体会 所以我也跟我们同仁讲 要有同理心 那现在呢 目前呢 现在所有的联合工具办完了 所有的迷难者的 他们个别的一些工具佳机 也都办完了 所以我们已经进行了两次的协商了 那其实我也非常佩服我们的家属 他们不是未来来谈钱 对对 这个很重要 他们要的是真相 他们要的是真相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呢 我们去跟他做第二次协商的时候 其实重点在于说 我们报告 因为事故报告刚出来嘛 我们跟家属报告事故的调查的内容 那对 然后看看家属的意见 我们也在现场跟他们说明 那事后家属也要求说 有一些他想要的资料 我们都会在他们要求的实现内 来提供给他们 等他们来决定下一次 什么时候来协商 我们都完全尊重家属的意愿 好局长 如何解决台铁人力不足 而且最近解雇了51位资深电务员工 维修技术有断层等等 很多问题浮上台面 人力的问题 我想人力的 我们台铁16000多个预算员额 那我们现在只有14000多 所以还差2000多 那但是呢 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 行政院就给我们解决了 他给我们三年要补2818个 可是不是人的问题 像这次游信司机 他不是真正的正值司机 他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训练 对 我们的司机员 还是会有一些请假的问题 那像我们这些游政 游政这种司机员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资深的司机 他是升到主管了 那但是呢 这些他还是合格的司机 我必须要强调 他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司机 所以他在假日 有时候司机员有请假的时候 他会出来替班 而且他是常常开普悠玛 他几乎都是开普悠玛 好的 局长 很抱歉 因为我时间 还有 这个有些问题没有问完 最后总结在哪里 就是说 希望您解决 维修技术人员 人力不足 断层的问题 然后某种程度 还要管理 就是说 司机有吸毒 或说 有生病不准驾 这些情况 希望你格除 另外一个 苹果日报调查的是 普悠玛座椅并没有锁车体 设计图曝光 仅固定在 两公分的地板层 这样子有意外事件 我们人肉就变叉烧包了 所以局长也刚刚私下 雨诺说 他会针对这个部分去改善 今天非常感谢张正元局长 谢谢光琴 青山火线 谢谢您 我们接下来请收听 联网前线帮跟 Danny主持人音乐123 关心今天的影哀 Pittsburgh 闺云 对这 skin E B B B 很好 很好 速点会计算 拜拜